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你这个信有假用吗? 1.3分 这个也有的 好 我一人打一刀就好了 你这时候会有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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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里的话就是你这种 这边那个电话轮用完了之后 这个支筒拿过来放上去 你有支筒吗 这种没有的 我们这边都是这种新的电话轮 哦那那做个样子的也可以 用个废的支筒 做个样子 对对对 不用大小一样 就做个样子 另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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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调什么的 这个就是你上这个电话轮的时候 这个可以转一下 你这个刻度没用的了 没用的 这个也可以这样的 点动了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两个是这个 就是下来是吧 这个下来的话是必须两个手指都可以 你按一下 你这个是先按夜压启动 等会 先按夜压系统 重新开始 你这边是电源 电源打开之后 电源打开 电源打开 这个灯会亮吗 第二步 第二步是你要启动夜压的 停止的话是下面这个 夜压停止 按一下这个停止 你要下压的话 两个手指 这里有两个模式的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还有个脚踏子 就踏在那个盒子里面 我等一下拿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转换开关 你要这种有脚踩的 你脚踏 那现在这个呢 现在就是说你转换成脚踏的 这个朝上去有脚踏的 对 现在是不是 你转换到这里 哦 它自己会上去的 对 这个是这个时间到了 热压 热压时间就是它下来多少时间 这个延时时间是它那边 起来的话 这个 这个电话铝马上收过去的话 它这边 这个还没起来 这就是说电话铝会拉断 就是说你这个时间 调整 根据你自己比这边来调 卷摩时间就是你这边压完了 是多长 根据你这个压的产品多大 我能调一下看看 看看 看一下嘛 好像 这个S是秒 啊 S是秒 这边就是往 这个下面按的就是时间长点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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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看 这边上面数字到了 哦 它是倒计时 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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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再试一下 这个就是你这边延时收摩 就是说这个多长时间了 然后这个开始收了 啊 这个电话铝 你这边 我这边调短一点 对 调短一点 诶 现在是多少 现在就是0.3秒 30秒 0.30秒 试一下 嗯 诶 这个再再再调 这个调短一点 就往上是调的 对 然后这这个时间再调长一点 这边这个有几个数字 这个S代表的是秒 我知道 这个是后面0.0 这个是分钟 哦 这是M是分钟 对 H是小时 一般是秒就可以了 对 一般来说就是几秒就可以了 你如果把这个调到的话 这边时间会很长 现在是时间长是吧 这个就是 现在都调回秒了 嗯 前面是0.34 现在是3秒 对 3秒3 3秒4 好 试一下看看 其实这个卷的速度是没变化吧 卷的速度没有变化的 卷的速度没有变化的 它只是等抬起来以后什么时候卷 是不是这个延时 就这个延时来控制的 这个延时一般来说是调的很慢的 调的很短的 哦 那现在再调一个那个0.30 那就是0.30了 0点 呃 现在是3.34嘛 调成0.30 那我拍 再画 OK 好 好 那这个呢 这个是 你这个 选多长时间 你这个电子卷就选 哦 就选多长 你这个电话驴 有的东西唱的大小不一样的嘛 如果长一点呢 你这个 时间调长一点 短一点 时间调短一点 那那个 跟这个 这个前面调的方法 基本都是一样的 你先弄个短的 对 你现在就是0.30了 对 等一下 我拍一下0.30 再来一次 好 再调一个 那个 长一点的 6.30 好 这个呢 这个是 激素器 你工作几次之后 在那边 数字解释 那这个 要清零的话 你按这个黑色的 按一下 清零 哦 那这个什么意思 调试 你是贴这个模具 那个模具 它就往下压 好 模具贴好了之后 你看这个 一压 你就可以进来 哦 调试 对 调试 但是调试 往下压的时候 是含压力还是不含压力 含压力的 含压力的 那其实 就调试时候 你不按掉它 它那个 它不会上去 就调试嘛 就是像 类似于点动嘛 哦 然后按这个 按这个 它自己就会上去 哦 但是一压启动 你按了以后 它其实就听下面声音 就一压启动按了 它就 它就开始来了 它那边有 电机就开始 我这里可以按吗 可以啊 不工作了 现在 那个一压停止了 你现在就按这些 它全部都没有了 哦 但必须按一压启动之后 它才能开始工作 嗯 这边的话 这个点动的 嗯 还有一个 机停呢 还有这个开关 你就是 你现在是 按下来了 这个开关 你前面这里 啊啊啊啊啊 保护开关 你这个保护的 你这个手的 你再按一下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但是就是这一个开关 发射过去 但是这里没有接受端 这里有 这里你看 你这个 它照照到这里 你这个 到这里 这个灯也是这样的 啊啊 这里 这里能照到的 啊 这是零米度吗 对 这个是行程嘛 你照多远 它这边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 可以调 这里是可以调的 一般来说 你这种出场的时候 都是调好的 不需要调的 啊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做一个温度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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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嘛 你这个是 现在加热到 101度 101度 现在是实际温度 这个100度是你设定的温度 你这个现在是按这个 第一个 你要长按 按一会儿 长按按一会儿 长按按三秒差不多 然后它这边 这个 这个开始 啊 可以放掉了 放掉了它自己 然后你要往上调的话 你这边 这个 小数点 就是各 十位数百位数 这个 这个是你可以这样 这是上下 我知道了 你这样调嘛 你往下的话就这样 它自己会跳的 然后你设定完了之后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设定完了之后 那我来细刷 123 放掉 放掉 然后 你这样的话 它这边这个 可以移到你这个 十位 百位这样 最高 多少度 最高 这种加热板一般来说 在300来度 然后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它就已经设定了 再按一下 OK 它就会加温了是吧 对 那它自己加温了 不需要你按开始了 不需要 你只要通常电 它就开始加温了 对对对 它只要这个没有到设定的温度 它这个就会一直加温 你调到150度好了 看 那液压里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液压跟脱压 你那个脚踏有没有 拿个出来 演示一下 不用猜了 你那个外面的脚踏有没有 是接哪里的 接这里 你这里有个缺口的 你这里它上面有个凸点的 你把它兑好了扣 然后把这个螺丝上好就可以了 就好了 上好了之后 你把这个转红开关 就可以了 看这里 你开就好了 好的 好的 这里面的话 这里面保养啊什么 你都跟我说一说 要注意什么东西 这里就是一个油味 你这边的一般来说是加到它这边 离它这里只有一公分 加到这里 对 离它这里只有一公分的时候就可以了 你这边油加到越满的话 你笔有没有 换一换 用个记号笔帮我换 你是液压油吗 是吧 对 这种要46号液压油 46号 没记号笔 粗的那个 好 你这里写一下 46号 我的鞋 你这鞋看不清了吧 你开一下我们那个上面的 你看那个上面的 那个上面的 他那边有那个油桶上面的 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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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就是这个油位 你加到这里 其他的话 是 这里 你这上面有箭头的 你这个越往里面拧 这个压力就越大 啊 你这个压力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表 来修 看你这个这里的压力表 压力表 压力表 你这边的东西压出来效果不好的话,压力调大一点 好的话,按这个来压也可以 它就是说,基本上是三个月要差不多检查一次 一到三个月要检查一次 对,你这些螺丝都要检查的 它底下这个上面也是通过螺丝固定的 都要继续检查一下 哪一块是加热板?这一块? 最底下这一块 这一块是加热板? 最底下这一块 你里面是加热管还是电热室的? 电热室的 整个座道里面的 那如果坏的话,只能整算坏? 对,坏的话只能整算坏 那一根? 对,那一根现在先去的 开一下吧 你看,这里是黑色的 哦,但是你都标好的 对,标好了 这个必须接连线 我知道了 这个 你再在底下 换一下位置 如果那个 这个电机开起来 这个电机如果是热板 接压开起来就是说下不来 这些的 哦,下不来 电机有开,但是它下不来的话 就是说那个 这个线,线反一下 这两个线反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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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